嗨大家好我是Enter 歡迎您收看EnterBox 影片內容製作不易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今天我們要和大家聊聊最近使用的筆電 華碩的ZenBook Pro Duo UX581GV這台創作者的筆電 它的效能當然是非常強 我們就一點點來和大家聊聊吧 第一點我們可以先來看到重量 官方數據是2.5公斤 我們實測重量是2487公克 這個重量大概就跟以前 入門平價的15.6吋筆電是差不多的 當然現在平價的15.6吋筆電 大多都壓在了2公斤以下 甚至有到1.5公斤的 單看重量 UX581GV的確不輕 但考量其效能或是說同樣搭載 i7-9750H 這樣處理器的筆電來說 其實2.5公斤的重量算是中規中矩 並沒有說特別重多少 而且以UX581這樣的效能定位和重量來說 其實是比較適合 AB定點移動的使用者 例如當公司機來使用的話 平常就是高效能的工作也可以使用 下班帶著2.5公斤的筆電 對了還要加上電源供應器 大概600公克 這樣大概3公斤 回家就可以繼續用筆電無縫接軌的工作 或是打遊戲也可以 那麼接著看到IO port的部分 左側有一個充電孔 HDMI 2.0 USB 3.1 Gen 2 Type-A 右側有一個 USB 3.1 Gen 2 Type-A 耳機麥克風 二合一的接孔 USB-C的 Thunderbolt 3 像我們最近開箱使用的 Noda Hello Thunderbolt 3 Docking 就可以透過Hello 把UX581的 Thunderbolt 3外接出來 然後轉成USB 3.1 Gen 2 Type-C 或是DP 或是網路都可以 我當然還是非常樂見在高階筆電上面 能夠看到 Thunderbolt 3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裝置 還有很多外接資源 都是 Thunderbolt 3的 所以有 Thunderbolt 3是真的很好 可是沒有USB-C就真的有點 說不過去啦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SD卡 SD卡也是 創作者非常非常會需要用到的 為什麼沒有SD卡槽 這個也是 覺得非常非常不方便的 那如果說好的部分就是 有兩個USB 3.1 Gen 2 Type-A 然後使用起來 可以相容以前的USB 3.1 都很方便 那而且也有完全的 HDMI 2.0 不是給1.4的 1.4版本 他只有4K 30fps 那2.0的版本 HDMI 2.0 他就到4K 60fps 這個算是我覺得 很好的地方 那這一次在外觀的變化上 也是挺大的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都是做得非常好 做工啊 設計都非常不錯 像是原本經典的 同性人法斯文 就沒有再放在正中焉製中了 而是有偏了其中一邊 而且整個外貌 看起來就是 是非常低調 因為我們也說了嘛 以前的 15.6吋 看起來也是這個厚度 這個大小 這個重量 所以其實拿出去或是給 朋友看到的時候 他們都會覺得說 這個筆電喔 看外觀感覺就是 兩三萬這樣子吧 他們當聽到價格10萬的時候 都會嚇一跳 可是當他們看到 裡面有 兩個4K螢幕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好像值這個價格 整個外觀上 他就不會顯得很活潑 反而是顯得比較 低調 涉滑 比較內斂 完全就是一個 生產力工具的感覺 那麼再接著說到 鍵盤的使用 我覺得現在的鍵盤 也是非常好打的 那個手感 也是非常舒適 而且最大特色 就是他把鍵盤往下移了 上面的區域就拿去 放4K的螢幕 那在實際收到機器之前呢 我們也就有看過文宣 或是在Computex上面 摸過一下 那個時候就覺得 其實把鍵盤移下來 通常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打字會不好打 有些角度會卡卡的 很奇怪這樣子 那實際收到 也用了一段 很長的時間以後 覺得 這個鍵盤完全不會不好打 非常的好打 那他當然也有額外送一個手托 我覺得不用手托都非常好打 然後攜帶上也比較方便 那目前的話 14吋是沒有附手托 然後15吋是有給手托的 那原本放鍵盤的這塊區域 現在就拿去放螢幕啦 現在這個螢幕就叫做 Screenpad Plus 當然我原本也是蠻不看好的 因為畢竟像Touch Bar 我也是蠻反對的 幹嘛在那個地方放一個觸控的東西 很難打字啊 那但是實際使用後 我的確覺得 Screenpad Plus 還是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個第二個螢幕 它是真的一個螢幕 在有些場合是真的很方便的 而且耍帥的成分也很高 當然要說非常非常喜歡 倒也是沒有 但絕對有讓我 因此而提高對這台筆電的整體感官 那提升好感度的最大因素 當然就是 對工作的生產力 需要實質幫助的 當然硬體上的豪華 也沒有扣到分嘛 因為它這個4K的螢幕 解析度非常高 然後又是霧面處理 比鏡面的主螢幕更適合觸控 那這個4K的解析度當然非常高 顏色表現也非常不錯 整個操作起來的體驗就很好 那講到操作的部分呢 其實相較前幾代的Screenpad 這次Plus版的 它的面積更大 更寬 更高 那我覺得 如果說這個 Screenpad的大小 跟它的好用性 如果是線性成長的話 這個功能性跟實用性 完全是指數上升的 真的大片的Screenpad 好用非常非常多 當然呢像是之前就不太有可能把Screenpad當作是剪輯軟體的時間軸 現在呢 完全可以 非常方便 那我們也 腦補了一下 如果按照華碩的命名邏輯 下一代大概就會是 Screenpad Pro吧 不貴是這樣子呢 拭目以待囉 整個操作啊 還有整個體驗上我 還是給予這台機器非常高的評價 那有一個小地方就是 我們平常會去留意到說 螢幕的開盒 它是可以單手開嘛 那當然 UX581它也可以單手開 不過它蓋起來的時候這個聲音啊 聽起來就 ㄎㄎㄎㄎㄎ的 那個聲音不太像是高階筆電會有的那種 塑膠感嗎 有點難形容 那個聲音不太好聽 如果說這麼高階筆電 它蓋起來的聲音 是那種 很紮實的感覺 我覺得那樣整個用起來會更有帶入感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棒的就是 這個筆電它配備的4K螢幕 不是一般很廉價的4K螢幕 它的顏色表現非常好 那規格的方面大家可以自己上觀看 我們只能說 實際上這個鏡面螢幕真的顏色表現非常好 但是呢 它因為是觸控的 所以你不免得 你在上面一定會有些指紋啦 所以你要去長清 如果你不長清的話 上面看一下就會很花 那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的螢幕邊框非常非常薄 所以你在看這個4K螢幕的時候 不只畫面好顏色好 整個的沉浸感也非常的棒 那在音質方面其實是有點小失望的 可能是因為先入為主 從價格面來說呢 一台10萬塊的筆電嘛 聽起來 沒有比5萬塊的好多少 當然對比一般兩三萬華碩的筆電 UX581的這個音質 絕對是明顯好很多的 可是在這麼高單價的印象下 就會覺得 那個音質應該要有一種 非常超脫的表現 那實際聽到就覺得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所以有點失望 那實際拆解後了解 裡面大概就只有 應該是兩個的單體 那希望以後類似的機種 Creator用的啊 然後比較高階10幾萬的筆電 可以試試看4個喇叭 會不會音質更好 音量更大 那這樣落差感才不會覺得 花10萬塊好像跟5萬塊的筆電 沒有什麼區隔 這是我在音質上面的一點小抱怨 那華碩近期也新開了一個品牌叫做 PRO-ART 給創作者使用的 而UX581GV 它其實不屬於PRO-ART系列 可是呢 它的效能 還有定價 還有客權上 是跟低階的PRO-ART系列的筆電 似乎是有點重疊的 所以我不太確定 具體上是怎麼來 挑選 或者說 華碩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 隨著硬體的效能越來越強 其實像現在 可能連兩三萬塊錢的效能型電腦 都可以做到剪輯 可以畫圖 那高階定位的產品 真的還會有人買嗎 其實很明顯是會的 例如說現在手機越來越發達 可是有些東西 就真的還是只能用電腦做比較方便 那我覺得在電腦上也是一樣 或是3萬多 4萬多已經可以買到 9750H 這個處理器了 可是 在效能 還有 實際效能表現 像是散熱 還有功耗這邊 一定就不會像這種 高階餅店做得這麼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就是 UX581它的效能上面的表現怎麼樣 首先看到3DMark TimesMy 我們用了兩種測試方式 一種是有接電的時候 一種是 只有用電池的電源的時候 的測試 那麼首先看到用電池電源 來測試的分數 分數是1953分 那如果接上電源以後 分數是 5611分 所以這個效能的差異其實還蠻大的 建議大家如果工作的時候是高效能的話 一定要接著電 那個效能真的才出得來 那在 Ida64的 Catch跟 Memory的 Benchmark裡面 記憶體的寫入 是38萬Mb左右 讀取是36萬Mb左右 Latency的話 是69.5ns 那麼在 CPU-Z的測試當中 CPU單核的分數是 483分 多核的分數是 2931.1分 那我們最後看到就是 Intel的XTU測試 在XTU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它一直有撞到功耗牆 還有 溫度牆 這兩個問題 那實際上跑出來的分數大概是 2037分 既然是溫度的問題 我們就先嘗試把電壓降低一點點來看看 那第一次我們就先 把電壓降低一點點 降低0.1V 這樣跑出來的分數就已經可以到 2140分了 那再進一步 把它調低 0.12V 這樣分數是2155分 那再進一步 把它調低 0.14V 然後 這樣出來的話 分數 是2170分 不過呢 接下來如果再進一步調低 0.145V的話 就 就過不了了 它就不穩定了 就會 重開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把它設定在 0.14V 這樣感覺出來的效能是最好的 然後也蠻穩定的 不過實際上還是要看 每一台機器啦 這個體質是蠻難講的 不太一定 效能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額外和大家分享一點使用上的感受 因為原本就知道這樣的筆電它是有點重量 那又想到 它是 那後面會有一點尖尖的地方 放在腿上 可能會比較重 但是使用實際下來呢 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覺得它放在腿上也蠻舒服的 打字也OK 也不會覺得特別重 那在影片結尾的時候我們也來看一下這個筆電的規格 總共有兩個 CPU 我們這次用的是 i7 9750H 那它在網上 大概多個2萬 有一台更好的 i9 9980HK 這個旗艦級最頂規的處理器 顯卡方面使用的是 2060的 顯示卡 那顯示卡 記憶體 16GB DDR6 顯示器的部分 是15.6吋 OLED面板 4K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前面說 哇那個面板真的是 非常漂亮 因為它是OLED的嘛 然後它的邊框也非常薄 然後是178度的廣視角 然後色域可以到100%的DCI-P3 那機體部分是32GB 這個已經比很多很多筆電都還要大 非常非常多了 然後是DDR4的266MHz 儲存方面的話是 1TB的SSD PCIe Gen 3x4 然後是Samsung的PM981這一條 那下方的4K螢幕 它的解析度是3840x1100 不過呢 這個就是沒有OLED的 它就是一般的螢幕 不過我覺得顏色表現也非常不錯喔 最後是節語的部分 UX581的價格 當然對一般人來說是不便宜的 那你也可能也發現 同樣CPU的機種 可能3萬5萬塊就有了 不過這裡還要考慮到其他部分 例如UX581使用的顯卡是2060等級的 哇這個等級的顯卡 這個價格和效能就已經差非常多了 此外拆開機殼後也可以看到 UX581的散熱啊 供電也做得比一般3萬塊到5萬塊 這個極具的筆電做得還要更好 當然這個也就直接表現在它的效能表現會更好 而且呢搭載的是4K的OLED的螢幕的筆電 各家呢如果是這樣規格的大概都是5萬塊起跳啦 很少是5萬塊以下的 那再加上呢 UX581它有雙螢幕 前面有提到這個雙螢幕對剪輯啊還有工作 甚至是平常的查資料 看地圖 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你是重度的工作使用者 可能不會完全在意價格高不高 反而你會在意的是這個價格對應 這個生產力 它是不是合理的 如果今天一個工具 它能夠提供你非常好的工作環境 然後能夠讓你的工作效率更加提高 那品質好一點 價格貴一點 其實也是值得投資的 好啦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這裡 影片內容製作不易 邀請你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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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